谷语算是明白,为何谷语云,宁惹阎王,莫招良人了。 嗯,特别是长得好看,有一双凤幕,身材又妖娆的纯良女人。 于是,谷语深深拜扶,掌柜的果然老谋深算, 即便这里怀仅有翻天手段,怕是也逃不出掌柜的魔爪。 记清竹。 不会说话,就少说点。 没文化。 B十二和彤小堂这时也出了院子,走了过来。 看到谷语手中的草黄纸,B十二的眼睛明显也亮了起来, 这末不就是李怀锦写的那篇志一起谈的故事。 嗯,想看吗? 谷语将手中的草黄纸扬了扬。 想啊,我刚才就想看来着,给我看看。 B十二就去抢。 给我洗一天衣服。 谷语一朵。 B十二。 我洗我洗,给我先看。 童小堂大叫着扑了上去。 草黄纸落入手中。 童小堂很开心地看了起来。 B十二就只能姗姗地凑向童小堂,给我也看看呗。 不行,我是用洗一天衣服换来的。 童小堂不同意,随即,抛出了自己的条件,除非你帮我洗。 行。 B十二咬了咬牙。 人家用洗衣服换来的故事,自己凭什么白嫖。 这波不亏。 于是,童小堂先看,B十二后看。 最终,B十二洗衣服。 季青竹看着古语脸上的得意,童小堂脸上的开心,B十二脸上的期待, 一时间觉得浮善堂的风气,怎么突然歪了。 不过,童小堂,似乎变聪明了。 啊,这故事真好看。 童小堂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 是啊是啊。 B十二很赞同。 李怀锦真是大才,这样的故事都能编得出来。 童小堂再次改了称呼,又将李穗酒叫做李怀锦。 不是编的,他只是写出了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感受,三年相思苦,是问谁人知。 B十二发出感叹。 两人仿佛都被故事中的聂小倩和宁采臣的爱情感动。 而古语则在这时副手说道,若是这篇故事在银华府传开,你们两个觉得会有何后果? 满城皆惊。 两人都看向古语。 哼,你们太小看这篇故事的影响力了。 古语一脸傲然,随即,开始向两人解释,难道,你们忘了聂小倩刚才说过的话了吗? 他说这三年只是偶尔才来这银华府。 巴拉巴拉。 一番言说,直听得B十二和佟小唐连连点头。 季青竹终于有些看不下去了,打断道,好了,做事吧,B十二你今夜便盯在这怀锦草堂。 明白。 B十二点头。 佟小唐自己回佛善堂,面壁检讨。 啊,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们佛善堂的破绽。 佟小唐。 季青竹没理会同小唐那幽怨的眼神,直接将草皇纸抢了过来交给古语,把这故事交给杨府尊。 掌柜的意思是,明日一早,我要看雪落满银华。 季青竹杨起头,不知为何,心中突然涌出了一些文人的气息,甚至有点想吟诗一首。 啥? 掌柜的你脑子微了吧? 这三月天,哪来的雪? 古语一脸问号。 我特么说的是,让你找杨府尊连夜把这篇故事印出来,然后,再让人洒满银华府的大街小巷,这就叫雪落满银华,懂不懂? 季青竹胸口一阵起伏。 哦?原来雪落满银华是这个意思啊? 古语恍然,接着,就赞叹道,掌柜的,你变得有文化了。 切,我本来就很有文化,只是受你们这帮粗人拖累而已。 既青竹撇了撇嘴角,还愣着干嘛?去做事啊? 好嘞。 古语拿着黄草纸就直奔府呀。 同时,心里也在暗暗感叹,掌柜的自从和李怀紧接触后,真的变了。 要是这样的话,自己是不是也该去考个举人? 嗯,先定个小目标,考商同生。 草堂卧室。 李岁九看着躺在床上的黑猫。 前日,他来到这个世界,一来便掉在了树上。 后来虽是被人救下,可是,草堂内却无一人关心照料, 唯有欠而深夜净手,又是凹汤,又是煮羹。 一份承诺,便附身黑猫,舍去半身修为,立于微城之内, 志愿夜夜相伴。 知此情分,他就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倩儿魂飞魄散。 喵嗚。 就在这时,床上的黑猫发出一声嘀嘀的声音。 倩儿,醒了吗? 李岁九俯身,用一只手轻轻地摸了摸黑猫的头。 喵。 黑猫的眼睛突然睁开。 金色的光芒在眼睛中闪烁着, 他看着面前的李岁九,表情中有着难掩的不可置信, 锦。 锦郎,我不是死。 死了吗? 为何会再见到你? 你没死。 李岁九微微一笑。 可是,既轻竹他。 其实是我假装降妖,将你打孕, 然后。 李岁九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黑猫听完后,便又忍不住低声地呜咽起来, 原来锦郎是为了救我。 我。 我当时竟以为锦郎。 说着说着,又神伤起来, 可是,我终是鬼物, 现又附身于猫, 修为失了一半, 恐怕日后不能再与锦郎相伴了。 我可以带你出城。 不。 不可以。 黑猫连连摇头, 锦郎有着大好的前程, 却不可因我而自悟。 大献有着明确的刑律。 若是被发现撕养妖邪, 无论是何人, 皆要打入大牢, 若是连累锦郎功名被革, 欠儿心有愧疚, 绝不愿再活。 这话说得极为坚定。 欠儿显然是真心为李岁九考虑。 不能撕养妖邪吗? 啊,呸呸呸, 我的意思是, 竟然还有这样不通情理的刑律吗? 李岁九的眉头终于皱了起来。 其实, 欠儿现在还不能撑妖, 最多撑伴妖。 伴妖。 李岁九摇了摇头, 不, 你不是伴妖, 你是猫娘。 猫娘。 是何物? 欠儿一脸迷茫。 是一种很美丽, 很可爱的物种, 总之很讨人喜欢。 李岁九解释道, 那欠儿便当紧郎的猫娘。 欠儿乖巧地点了点头。 好的。 李岁九笑了笑, 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 你刚才为何称自己为绊妖? 因为, 我现在的灵魂还未与这黑猫彻底融合, 这也是我现在损了一半修为的原因, 只有我的灵魂与这黑猫完全融合后, 我的修为才能恢复如初。 原来是这样, 那你之前的修为, 比之际清竹如何? 李岁九比感好奇。 城内他强。 城外呢? 不满锦郎。 欠儿在城外是个 小小的鬼王, 虽比不上那吴府帝君, 却也是有了自己的山头。 鬼王。 好家伙。 这是捡到宝了啊。 李岁九想了想, 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那欠儿知道人类的修行方法吗? 知道的不多, 但也知道一些。 那你知道, 如何与洞天相连吗? 这个知道。 可以, 这波血传。 只要能随时与洞天相连, 那么前世纪下的道数法咒, 便能任意施展。 更何况, 里面还有一个钟魁。 李岁九能感觉出来, 季青竹对自己有些想法, 否则, 也不可能因为自己出手降妖, 而让自己真的抱走欠儿。 明知大宪行律, 不准撕养妖邪, 可季青竹却是只字未提, 那么, 这里面就肯定会有漏洞可循。 不出意外, 欠儿, 大抵是季青竹抛出的诱饵, 他在等自己主动去找他谈判。 只是, 现在去谈, 肯定就只能跪着。 李岁九不想跪, 他想站着。 而且, 看今日季青竹的态度, 显然还有后招。 他是想在谈判中, 获得更好的条件, 甚至有可能想让自己趴着。 既如此, 便只能与这季青竹切磋切磋。 想到这里, 李岁九的目光便重新看向黑猫, 欠儿, 这与洞天相连的方法, 是不是需要两人拥在一起? 坦诚相守, 并, 并不需要啊, 我觉得需要。 锦郎, 你, 你等我先画个形。